再來我們接下來也來關心 下週各生肖的整體運勢 來 湯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10月20號 到10月26號12生肖週運勢如何 來看一下生肖屬猴 老鼠還有龍的朋友 在這個禮拜運勢有三顆星的表現 在哪方面呢 就是桃花盛開 喜事 群傳 所以這個禮拜如果說你有單身很久 你想要交往的對象 記得可以尋求貴人 長輩 或朋友之間的介紹或牽線 可以幫助你心想事成 那這個禮拜桃花很旺 要多加把握囉 來看一下生肖 屬蛇 屬雞 還有屬牛的朋友 這一個禮拜 哇 就一顆星的表現 那方面要特別注意 就是行運比較低明 而且蠻露喜色 因為你會發現說 很多狀況會突發出現 你會覺得好煩 很多事情要去處理 沒關係 事情來了就面對接受 只要好好的處理 才不會種下日後的禍根 所以這些煩心事會讓你感覺很勞累 而且要注意健康的問題 好 來看一下生肖 屬虎 屬馬 還有屬狗的朋友 這一個禮拜有五顆星的好運氣 在哪方面 大家都最愛的 運勢高漲 喜盈財富 所以這個禮拜天才的表現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多去留意一下投資理財 這個禮拜可以規劃自己買一些儲蓄型的保險 或者是做一些基金的投資 都可以幫助你日後得到不少的財富跟儲蓄 來看一下生肖 屬豬 屬兔 屬羊的朋友 這個禮拜有四顆星的好運表現 在哪方面 就是職場順遂 喜慾博樂 這個禮拜你會發現說 很多的職場上的誤會的關係 會被有效的劃解 還有你的能力會備受肯定 所以要好好的把握 表現 然後重刺喔 來看一下加碼的部分 桃花最盛開 生肖屬龍的朋友 還有我們事業最旺 生肖屬羊的朋友 以及我們財運最佳 生肖屬馬的朋友 恭喜你們 好